大家好,我是中国最薄红的音乐人资博 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 这两天有一件事情非常震撼 就是那个有名的乱来up主 靖汉青 他的名字被人抢住了商标 并且受到了目前商标所有人的侵权警告 他被这件事儿搅得七魂八素 反应比他吃一百颗暴猪还要有意思 不,现在不是笑的时候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态 包括所有内容创作者们 自媒体人,up主们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都可能会遭遇一样的事 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得知这件事的那一刻 我立刻拨电话给我的哥们唐朝律师 喂,你在干嘛 你在美国啊 那个我发个视频给你啊 你帮我看一下 于是我就得到了他从法律专业角度 给到我的重要信息 其实在这件事之前 很多人对商标根本就没有意识 就拿我来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自博这个商标在别的公司手里 对我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商标呢,它有45个类别 对于up主来说 相关的核心类别是第41类的 节目制作娱乐信息等服务 和35类的广告相关服务 如果我的资博被别人抢住了 因为我发布视频或者宣传的账号 都是使用的资博 那我就有倍速侵权的风险 另外有些防不胜防也会受限啊 内容发布不了 广告也接不了 像静汉青遇到这种情况呢 对方突然会给平台发侵权警告函 平台收到以后啊 一般为了规避自己的风险 都会停止侵权视频的发布 因为如果平台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 可能会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所以静汉青这个阶段是会感受到蛮大的压力 但是在这件事里 对方有很大的嫌疑是恶意抢住 抢住这种行为是有违民法诚实信用的原则 商标法也规定申请注册商标 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现在权利 也不能以不正当的手段 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 并且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 所以这种行为法律是禁止的 静汉青本人也开始收集相关资料 证明他静汉青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那你们觉得这样的操作是有用的吗 觉得有用的回复 因为如果能证明他的知名度很高的话 就更能证明对方注册这个商标 是有想要攀附知名人士的主观恶意 是不正当的抢住行为 在这个基础上 就可以向国家商标局申请宣告这个商标无效 另外他这里还有一个特例提到 静汉青是他的真名 从法律来说 知名度高的真名笔名义名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像他这样是真名的话呢 拿出身份证就能证明了 那接下去最重要的来了 我收到了很多观众的私信 要我小心这个坑 那么对于up主来说 现在立刻马上可以做点什么来防止这类事情发生呢 一 早注册布局保护自己 对发布内容用的ID 不管这个名字是你的真名笔名义名花名 及时注册可能会涉及的所有相关类别的商标 二 对已经被抢住的商标及时进行反击措施 商标注册申请初审公告后有三个月的议议期 及时提出议议 阻止抢住的商标注册成功 如果发现时抢住的商标已经核准注册了 自商标注册之日期五年内 还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布注册商标无效 三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解决时 就像我一样找一个专业的靠谱的律师来帮你处理这些事 那么问题来了 那去哪里查你的ID有没有被别人注册为商标呢 你可以到商标网上检索系统去看看 我给各位演示一下 比如我输入自己的ID资博 看到有很多相关的 而最重要的35类和41类都已经有主了 35类中一个就叫资博 另一个叫资博会 你是不是觉得糟糕了 先不要紧张 你得看之前注册的人 他到底是自己用还是恶意抢住 我自己虽然从2007年就开始公开发表歌曲作品 2015年开始作为UP主进行短视频创作 但真正开始被大家认识 还是从今年的资博乐评系列 而资博35类的注册时间是2010年 资博会的注册时间是2017年 41类资博的注册时间是2012年 由此可知 他们应该不是为了要挟我或者坑我一笔钱 才注册了这个商标 所以从实践上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我资博未来真的走的邪运红的不要不要的 那还是有风险会被对方敲诈 所以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主动去跟商标持有方联系 尝试请求让对方转让 也可以就这么放开 等真的红了以后再说了 这是对我这个情况而言的 如果你的ID一搜 发现还没有被注册掉 那么我会建议你注册掉 我以后省去很多麻烦 注册的话我建议你找个代理公司对方会按照一类的注册费是多少多少来计算价格 好了那么以上我尽量用大家容易理解的方法来说明了法律专业知识的部分 感谢唐朝律师以及朱丽玲律师的支持 哦对了不是up主的你也赶紧去查一下你的名字有没有被注册掉 有啥好玩的发评论里给大家开眼 希望所有用心做创作的人们不要再遭遇这种糟心事了 如果遇到搞不定的问题就去找专业律师 律师没有那么难找了 好最后祝大家不用吃爆猪也能跟锦汉青一样红 好了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歌单更壮大的话 可以点一下关注不错过任何更新 但是这集没有介绍音乐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我是资博我们下集再见